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上好 欢迎收看7月14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官13号晚裁决 要求在全美范围内放松总统特朗普颁布的 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 美国司法部表示将就裁决向最高法提出上诉 夏威夷州联邦地区法官沃森 以履行禁令的严厉做法 同最高法裁决向冲突为由 宣布放松禁令的适用范围 特朗普政府于3月6号出台这项为期90天的 修改版旅行禁令 禁止伊朗 利比亚 索马里 苏丹 叙利亚和野门 6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 同时终止难民接收计划120天 但禁令在生效前夕 先后遭到夏威夷和马里兰州联邦法官的冻结 随后又被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持续冻结 因此美国司法部向最高法提出紧急申请 请求推翻夏季法院冻结禁令的裁决 最高法于6月26号表示 夏季法院的裁决过多限制了特朗普在移民上的权限 授权特朗普签署的旅行禁令有限执行 但最高法裁定这项禁令不能针对 同美国境内的个人或组织有真实关系的签证申请人 旅行禁令于6月29号开始实施 特朗普政府对哪些关系可以得到豁免做出规定 这些关系包括配偶 子女 父母和兄弟姐妹 但称较远的亲属关系不再豁免之列 沃森对关系定义提出质疑 他在13号发出的适用于全美范围的裁定中称 政府不得对美国居民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的配偶 父母的兄弟姐妹 侄子侄女 外甥外甥女 和唐表兄弟姐妹执行禁令 沃森写道 政府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的解释过于狭窄 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14号回应称 将就夏威伊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 向最高法提出上诉 凤凰卫视王悠悠 赖大利 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14号通过了一项高达6965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 超过特朗普此前提出的预算案 中月当天还批准了一项修正案 禁止国防部同设朝鲜电信公司的交易 美国众议院以344比81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将为国防部基础预算和能源部的核项目 拨款6215亿美元 比特朗普提出的6030亿美元高出185亿美元 较国会2011年通过的国防预算控制法 规定的5490亿美元基准预算上限高出13% 这就意味着国会必须废除或提高预算上限 另外 法案还为海外应急行动拨款750亿美元 比特朗普的提案高出100亿美元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于上月底 通过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 预计参议院全院将于本月底就法案进行投票 两岸必须就法案 递交特朗普钱就双方法案间的分歧 进行协商和修改 白宫12号曾发表声明 对法案中的部分规定提出反对 这些规定包括限制新一轮军事基地的关闭 建立太空军队 要求军方执行网络行动时通知国会 禁止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以及同美俄中程导弹条约相关的修正案等 众议院当天早些时候还通过一项规定 禁止美国国防部同蓄意协助朝鲜政府或相关人士 进行网络攻击的电信公司进行交易 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辞 在法案成为立法后的30天内 列出涉潮电信公司名单 但法案也授权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 放弃执行这项规定 众议院全院投票通过将这项修正案 加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 凤凰卫视王佑佑 赖大利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媒体14号报道 白宫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国务院 削弱国务院在外交政策的影响力 而白宫的一系列行动 严重影响了国务院员工的士气 国务卿第3 近日也罕见地向媒体表达了 他对工作的沮丧与疲惫 美国国会山报14号引述两位前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称 特朗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美国国务院 除了削减国务院近三成的预算 冻结员工招聘 还可能重组各部门 包括考虑将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局 转移到国土安全部 并且把国际开发署并入美国国务院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高级官员亚当斯认为 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对国际开发署动刀 根据美国媒体获得的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调查显示 国务院的日常运转受阻 以及与白宫关系的日益紧张 都令国务院工作人员感到沮丧和焦虑 在结束海湾地区的穿梭外交返回美国的专机上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罕见对随行记者 表达了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后的沮丧和疲惫 蒂勒森坦承担任美国国务卿 与曾经他作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曾经蒂勒森是最终决策者 但如今他执掌的美国国务院 并不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机构 各部门难以协调决策分散 有时候人们甚至不愿意做决定 蒂勒森还向记者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他一样 过去没有从政经验 不过蒂勒森认为 虽然他过去并非政客 但由于工作需要 他与很多国家政府来往 因此非常熟悉与政府官员的会晤 蒂勒森与白宫的矛盾 在近期愈发公开化 美国政治家网站六月底指出 蒂勒森曾与美国总统人事任命主任 德斯特法诺 以及特朗普的女婿 也是高级顾问库什纳发生争执 蒂勒森对白宫干预 美国国务院人事任命表达了强烈不满 凤凰卫视 王宾如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表示 准备对出境旅客进行脸部扫描 以加强追踪签证逾期滞留美国的人 同时也强化安全措施 这是成功扩大追踪 非移民外籍人士计划的唯一方法 但为了顺利推展计划 美国公民也必须进行脸部扫描 维护隐私人士则批评 这种做法逾越了国会的授权范围 波士顿 芝加哥 休斯顿 亚特兰大 纽约的肯尼迪和华府的杜勒斯等六座机场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进行脸部扫描测试 国土安全部希望明年起扩大至美国其他旅客流量大的国际机场 负责这项计划的海关官员表示 海关当局无意保留美国公民的生物辨识资料 14天内会全部删除 但不排除未来在完成适当的隐私检讨并获批准后 将会保留这些数据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和意大利非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今天宣布 分别召回120万辆和133万辆汽车 受此次召回影响的车款为本田汽车公司在美销售的 2013至2016年生产的雅阁汽车 此前发生了几起又瑕疵的电池传感器导致发动机着火事件 该公司目前已经收到四宗在美国发声 与一宗在加拿大发声的火警报告 但没有人伤亡 另外非亚特克莱斯勒表示 为了防止潜在起火的可能 以及避免安全气囊在无意中展开 将在全球分两批活动召回133万辆车 这次召回涵盖2011年至2015年间 在北美出售的53.8万辆稻奇库威 以及2011年至2015年在其他地方售出的 23.3万辆菲亚特弗里面 经销商将会检查并使必要性更换路线 同时加装额外的保护包裁 此外非亚特克莱斯勒还将召回56.5万辆车 替换交流发电机以避免起火的风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 南海一个热带低压预计在15号加强为今年第四号台风 并在16号登陆海南 热带低压14号晚在南海中部深沉 截至晚上8点 中心位于海南临水东南约380公里 15至10公里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 中央气象台预计低压将在15号加强为今年第四号台风 并于16号白天在海南东南部沿海登陆 中心最大风力7至8级 并会自东向西横过海南岛南部进入北部湾 强度还将增强至热带风暴级 并将于17号在越南东北部沿海再次登陆 随后减弱消失 受气影响未来三天 海南广东和广西沿海风力逐渐加大到7至9级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00毫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五收高 道指和标普在创新高 零售和通账数据疲软 大幅减低了美联储今年再加息的概率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星期五的走势状况 周五美股一开盘 三大指数都是小幅反复开出之后 全天都是窄幅走高的趋势 收盘时三大指数都是以上升作收 道群斯平均工业指数和标准 波尔五百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记录收盘 道指是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记录 作收而标准 波尔五百指数则是六月份以来 首次创记录收盘 那么主要投资人关注的 是经济状况以及公司盈利消息 虽然公司盈利消息 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这位是率先公布业绩的是 美国三大金融银行的龙头老大 古摩根大通 花季集团 以及富国银行 盈利都是好坏参半性管摩根大通 本季的盈利是全年来最好的盈利 但是对销售前景来说 保持保守态度 而特别是在债券释放方面的交易 比去年同期有所明显的下降 虽然纳超生活指数 在当天并没有创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连续六天出现走洋 也是受到大型科技蓝筹股支持所致 时间长者收益率 呈现略微小幅下降 那么债券的价格略微呈现 一个小幅上升 可以看出资金有流出的 这样一个迹象 不过总的来说 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五的走势 是相当审慎乐观 虽然都有创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投资人还要关注 在下个星期重量级的公司业绩 报告公布期开始之后 可能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行业 类股走势的方向感 以上是星期五 情况风行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公社消息方面 南海广场为庆祝50周年纪念 近日举办了以西格斯托姆家族的 开创精神《一个美国梦》为主题的图片展 南海岸广场是瑞典移民 西格斯托姆家族创立的企业 今年恰逢其50周年庆典 南海岸广场特别举办的 西格斯托姆家族的开创精神 《一个美国梦》为主题的图片展 从月前开始向公众开放 生动地还原了这个家族 50年来的移民奋斗史 7月13日 主办方再次邀请媒体进行观摩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展览呢 就是为了庆祝他们 有这种 闯立美国的梦 然后现在建筑一个 成为世界一个最著名的 一个购物中心之一 那这个展览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从 从瑞典移民到美国来 到现在的这个程度 南海岸广场从50周年前 发展到现在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广 美国就是西海岸 最大的一个广场中心 图片展以独特的视角 告诉大家 一个务农家庭是如何发展成为 豪华购物中心和慈善机构的 西格斯托姆家族于1882年 从瑞典移民到美国 早在1990年 他们还是在用心经营 立马斗农场的农户们 1967年 家族中的表兄弟 Harold和Henry 联合创立了购物中心 并发展至今 展览中很多照片 是家族私藏 从未公布的珍贵纪念 目前南海岸广场 已经发展成为 西海岸最大的购物广场 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 在我右手边呢 就是西格斯托姆家族企业 旗下的农场 仍然在使用的一台拖拉机 提醒着来往民众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50年前 仅仅是一个农场而已 从一个小小的农场 到今天的奢侈品王国 这背后的艰辛 谁又知道呢 也许从这个图片展 可以看到 一名发家史的冰山一角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在7月31日之前 来免费参观 凤凰卫视陆梦 钱力涛 洛杉矶报道 另外国泰银行之控股公司 国泰万通金控公司 今日宣布 根据国泰万通金控公司 及台湾永丰银行 于2016年7月8日签订的 股权认购协议 也于本日完成了 起早前公布的 美国加州 SinoPak Bancorp 及其全资子公司 远东国民银行的收购 另一方面呢 七彩幸福工作室 夏日相约讲座 将于7月20日至23日 在盛改博酒店举行 来看详细报道 7月14日 七彩幸福工作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7月20日 至23日举行讲座 讲座内容通过自我 家庭 爱情 事业 等各方面蝉示幸福 帮助新移民 在生活和职场上 建立自信 那可以就是 从名字上看出来呢 其实我们的工作室 就是想要结合 东方和西方 所有的专家 所有的幸福导师 所有的life coach 给大家打造一个 非常幸福的生活空间 七彩幸福工作室 创办人邹凯若表示 生活辅导老师 有点像心理辅导 但更多的是 从衣食住行 各方面指导大家 让大家变成生活达人 更重要的是 和大家分享 如何平衡身心 情绪 思想意识 和精神世界的 方方面面 从而让大家 更好地享受 七彩幸福人生 七彩幸福工作室讲座 将邀请到生活 家庭 创业 经济 自我了解等方面的专家 为新移民 解决生活上的困扰 开课时间为 7月20至23日 每天早上10点 到下午6点 欢迎市民免费参加 凤凤凯卫视 王豪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 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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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